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华的地產經紀 今天會在這條影片跟大家分享兩件事 都是Burnaby Metro Town 一個是Central Park House 發展商是Bosa 它是在近Patterson站的一個樓盤 會跟大家進去展銷中心看看 看看Floor Plan 看看顏色 另外給大家一個更新是Concord Metro Town 之前有拍過Youtube影片跟大家分享過 有留意我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已經很熟悉了 當時的Focus 我們會在Central Tower 因為第一期有3棟 中間這一棟 這棟差不多上兩個星期 3月14、15日 一下子全部買光 現在發展商會開這棟 West Tower 未馬上賣 首先會preview 它會在cater之前 已經寫了request form的人 問他們有沒有興趣買這棟 然後再去迎接新的朋友 我們今天主要主要討論一下 這個West Tower 跟大家分享一下 Site Plan 這些是政府文件 其實整個Concord Metro Town 那個Site 其實就是這個黑色框 然後我們現在說的 Face 1 會是這棟 會是這棟的3棟 這一棟 我們看看地形圖 Central Tower 已經賣了那棟 就是這棟 我們會在它的左邊 以及也會進來少少的 West Tower 我們旁邊是Mercury Street 然後這邊也是Concord的Site 我們Face 1 之後這邊是Face 2 最後才會是Face 3和Face 4 這裡也有一條街的距離 兩棟之間 然後如果說景觀的話 我相信West Tower 今次的東北位 就沒有Central Tower 看出去那麼開放又看到綠湖 可能會有些遮擋 例如東南西南會好一點 很多朋友也有問過我這個問題 會不會我買了Central Tower 之後就看著旁邊的兩棟起呢? 我之前的影片有分享過 這三個Tower 他們是用同一個Base的 下面二樓、三樓都有Out door、In door的Amenities 他們一起在這三個上面起的 所以相信會一起起 落成的時間都會在分階段 但很相近的時間落成的 大家應該不會影響得太誇張 我們可以看看Floor Plan 其實呢 還有之前分享的YouTube影片 大家如果有興趣想看一看裡面的示範單位 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影片 跟大家看看Floor Plan West Tower的層數是矮的Central Tower 全部是33樓 33樓是Pent House Pent House的7層是Sky Collection 由26樓到32樓 然後4樓至25樓中間是Park Collection 我們先說Park Collection Park Collection是一梯十一火 隔壁這四個角落分別是兩個兩房 然後這裡是兩房加一釘 今次有一個釘的選擇 然後中間夾著這些全部都是一房 然後方位來說這邊是北 所以這裡是東北、東南、西北、西南 這就是Park Collection 上面Sky Collection 和之前Central Tower有比較多的分別 沒有一房 大家會看到完全沒有一房 Sky Collection 就有兩隻兩房 亦是比較大 863和916呎 中間夾著一個Tubega Gas 1、2、3、4全部都是三房 今次一梯是七火的 比之前少一火 Central Tower的Sky Collection 是一梯八火的 主要就是這樣 講一下它的流程 首先這個週末可以做的 可以去preview 發展商會cater之前 其實十三、十四、十四、十四、十五 買不到unit 或者是未有約會的朋友 之後也會開始 去preview其他客人 如果要去preview的話 流程其實相對來說 這次可能簡單一點 它這次可能做不及 網絡系統改不及 我覺得它又用了一個很傳統的紙質方法 就要填這些 好像street request form 你的個人資料 你的ID 以及你的選擇 你的first choice 你的第二選擇 還有一個requirement 就是一定要帶一個五千元的 either是Band draft 或者是personal check 你一定要帶進來才可以看 如果你看完之後 是真的想有appointment 將來不是馬上去選單位 或者拿單位的話 你也要先放下帳 就留在發展商那裡 價位了 現在又是不能release的 也很想和大家分享 但沒有辦法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可以分享之前的買賣流程 其實concord他們也有很多不同的changes 以及那兩回合都用了完全不同的方法 其中一種就是人可以進來有appointment 但也是很緊迫的時間 可能是不能坐下慢慢的 一樓減到十五樓 那是不會的 會是more like 盡量基於你的preference 就給你一個unit 但通常都是 可能strategy來說 要是flexible的客人 才會有個大一點的chance 所以拿到unit 另外一個後來有一次補償的一回合 就更加興趣 就是online搶單位 這個就純粹一個字快 就是這樣 在我影片的樓下 其實會有連結 大家按進去就可以register 那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想有更多 有關於concord metro town 其實有其他影片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我還有一個pdf 就是有剛才我展示的 完整的floor plan 那些叫做deposit structure 和它的 brochure 有興趣或者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問我拿回 好了我的tips就分享完了 現在下一條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去到central parkhouse 那邊的情況 好 跟大家又回來 Metro Town Burnaby 看另一個樓盤項目 它的名字叫central parkhouse 我想大家可能都聽過 之前是IG都feature過 發展商是bosa 現在我們就在售楼中心裏 等一下會再帶大家去 site 看看現在實地是怎樣 我們現在看showhome之前 其實有三種顏色給大家選擇 大家看到我背景的牆 有三個櫃 好像櫃一樣 第一眼看有些眼花撩亂 跟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打直的三組 就是三種不同的色系 深色、中色和淺色 另外打橫看 最高這一層是廚櫃 櫃面back splash的顏色 中間是洗手間的磚色 最後這些是flooring的顏色 現在我這邊的是dark color scheme 主要是黑白灰 這塊最大塊是廚櫃和洗手間櫃面的顏色 這就是dark 中間是medium color 最後這一組 就是很多白色和淺目色組成 就是light color scheme 我們現在去看看一房 加guest room的示範單位 其實積很簡單 一目了然 入門口有個guest room 這個guest room 它叫guest 不是叫釘 原因是因為它睡得到人 當然大家看到沒有窗 沒有櫃 尺數563呎 這個plan 會是比較普遍的 因為整棟樓 大家想像一下 由四樓到四十樓 基本上每層 至少都有三個one bag gas的選擇 低一點的樓層有四個 但是價位呢 現在因為三十樓以下的one bag gas都買完了 所以其實都要是八十萬開始才會買到的 門口進來之後 左邊有個櫃 這個櫃 就是一半是closet放衣 另外就是launtry 大家看到這些organizer的架是包在裡面的 右邊是洗手間 左邊就是guest room 它的尺寸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其實已經做了一張床 不過這個是display item 就給大家參考 可以是床再加上書桌 然後這間房間的對面就是洗手間 這些櫃可以開啟是medicine cabinet 裡面都可以放東西 裡面也有LED燈 配了這些金色的水龍頭 掛毛巾架 包括掛廁指甲等等 這些櫃裡面也是space 以及做好一格一格 大家放東西會比較方便 關起來也有soft clothes shower這裡 大家看到這條handker也是金色 沒有handheld 就是整個座的金色水龍頭等等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凹位 最尾這裡 大家可以放沐浴露、洗頭水 另外還有其他地方 這個就是medium color scheme 這張桌子不包 所以這個廚房是L shape 由這裡開始 counter space 大家看到這塊counter top 和best splash 都是同一個材質和顏色的 都是quartz 然後厚度是這樣 下面櫃底也有燈 24吋的gas爐頭 4個 然後還有下面的焗爐 管理費其實是5.5元 它是不包電的 所以這個unit其實是冷暖 也有公用電 變成不包在管理費裡面 但是gas、熱水都包了 包括concierge 還有 amenity 垃圾排污費 都包在裡面 我們繼續看看這裡 雪櫃在這裡 24吋的雪櫃 下面是冰櫃 牌子是Bosch 這些是儲物空間 尼波爐也是陷入櫃式 這裡有一個轉角的櫃 看看這邊是怎樣的 這個是可以整個拉出來的 Pole out magic cabinet 而且還有這些深色 我很喜歡這個面 金屬面膜上去很有手感 大家可以看到可以推拉出來 洗手盆下面是這樣的 沒有做垃圾桶拿出來的 洗碗碟機就放在洗手盆的右邊 大概廚房就是這樣 中間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自己想 你可以配搭island 也可以配搭一張大桌 你們平時有多少人住 這邊就是living room Living room一直有大窗 這個是大的落地玻璃 可以開的就是這隻窗 然後大家可以過來看看露台 這個會是向東北的unit 所以可以看到山景 上面有燈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就回到露台位 都是大的落地玻璃 不過沒有聽過那隻那麼大 中間還有一個柱 然後這邊這個窗可以開的 它的unit會包含這些 blinds 大家有沒有看到 但如果大家喜歡再漂亮些 打直的curtains 就要自己買的了 Bosa整個project 或者整個建築者 都是比較歐洲式的 所以我們平時常見到 打開的衣櫃 整個房子 他就用了這些做好衣櫃給大家看 這邊有 然後床頭上也有 下面有燈 晚上可以看書 看電話 通常不是看書 然後這隻curtains 還有一個洞 以前我看到比較多的設計 可能整個櫃 我一進去便會說 那為什麼沒有床頭櫃電話 買瘋 這樣放枕頭底 現在他就做了這些 不過沒有燈 但裡面是有一個電掣的 所以其實 如果是我老公機仔 便會自己安裝LED 其實他有一個吵架 下面還有一個櫃桶 兩邊都是這樣的 房間就是這樣的 全部都是9呎樓底 這個就是NAS的溫度控制 這個東西是Smart Control Temperature System 是可以連來手機的 我們現在就看Toolbag Plus Dan 這個示範單位 那個積積大家很明顯看到大很多 這個是1027呎 兩間睡房在這裡 還有一個釘在這裡 這個就是釘 因為完全放在桌子 是沒有人的 主要是兩房單位 我們進去看看 兩房加釘 其實它是要去到高層 我記得是二十多樓以上才有 所以它的價位是現在 我看到它最新的price sheet 是130萬 門口進來 就是closet位 closet就大一點 敷兩個門的closet 放了一個大大小的launchery 乾衣機洗衣機 先看看廚房客廳的地方 好嗎 我們轉左進來 這邊其實它有個書房位 它這個書房現在就見到是open 它也可以有個close up的方法 但是我個人覺得 可能都不會把自己封閉在裡面 如果你… 好嗎 好 你是不是幫我關門 我試一下 其實我以為你會在外面拍我 當然 這樣吧 是嗎 這個是很適合極之封閉和安靜的 即是想自閉就可以 譬如有些音樂、寫寫的那些人 你看全部的黑房 對 你的房間也不開窗 你也對 不在那裡 封閉式 最好多貼一條膠邊 這樣就可以更加靜了 OK 現在出去了 不用那些床 等一下 頂住 這個我覺得其實它三門的設計 是把它當作pantry會好些 出來就立即燈火通明了 收納起來就是這樣推進去 這個是包在裡面 我想如果大家不是選擇暗色 而是選擇淺色 可能會再視覺上舒服一點 好 我們看看廳和廚房 這個明顯的開陽很多 比剛才我們看的 One Bag Guide Gas 它用了一個暗色色色 黑白對比比較重 這裡有一個試鎮的飯廳位 另外洗手盆這邊對著客廳 然後因為二桌加釘全部都是 corner 所以大家看到是有兩邊窗 甚至再加上露台 有屈進來有不同的光 natural light都可以進去 雪櫃亦比剛才大 剛才One Bag Guide Gas 所以小一點 這個是五個gas的爐頭 焗爐也是大一點 牌子是Bosch 然後上面就是鈔油煙機 櫃底也是有燈可以獨立開關 爐頭這邊也做了這些櫃桶 櫃桶裡面再有多一格 可以放一些鍋鏟 筷子、匙巾 可以更方便 兩格 下面是一格大 那邊也是一樣 這邊 大家是不是很想有多個雪櫃呢? 不是的 這邊就是一個到頂的櫃 全部都可以放不同的食物 它除了一些櫃之外 它還有一個包邊 由這邊開始整個頂 你會看到它也是包了一個設計 因為很多平時到頂的白色 沒有再包一條 它也做了這個設計 其實Island也是一樣的 這邊兩邊有水泥 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然後櫃桶比剛才大 長方形的 微波爐就是這個位 微波爐下面有櫃桶 洗碗碟機 也是Bosch 然後這邊再加了兩個櫃桶 這邊有一個門 可以去到露台 露台的空間比剛才的 1杯加熱量大一點 現在放了一張四人餐桌 燒烤爐 然後這邊就是客廳位 客廳這邊就是一個角落 這裡可以看到 這個是東北 我很肯定的 因為有六湖 這間職位 兩間房間是向著東邊 所以大家會有morning light 這間房間可以做到 不是床頭櫃 就是我們比較平常 平常會看到 那些是整間房仔的 closet 大家可以看到 closet裡面 也有organizer 也是包了 我們先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大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 後面的Display Wall 也是設計物品 不包 然後也是大玻璃 看著東邊 這裡是King size床 兩邊還有床頭空間 衣櫃就是這邊 在通往洗手間前 會有衣櫃位 裡面有organizer 我們看看主人房的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比較滑 首先是雙升 兩個人不用爭 下面也有organizer的空間 跟剛才一樣 Madison cabinet 每個都可以開 還有LED燈 這款顏色 配合銀銅色的水龍頭 不是金色 這個應該開不到吧 這個也開到 不過有朋友跟我說過 如果要開這個 小心點滑回馬桶裡 那就不太好 這座座在這裡 我留意到座座的空間 和旁邊的空間 和旁邊的櫃 和旁邊的櫃 是比較闊落的 不是迫到塌塌陷 如果大家想換個大一點的電動碼 都應該有舊空間 旁邊有電掣 不用拖到很遠 浴室就是這裡 在下面的纖維底座 出水位也有東西遮蓋 這裡是全面長鋪磚 這裡有位置放污浴露水 這個浴室可以輕輕拔下來 這塊是遮蓋水位 就是這樣 裡面還有一個隔頭髮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桌子計劃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Central Park House 住宅由四樓開始 一路可以去到四十樓 十七十八樓是Amenities 大家可以看到很尊重的 有健身、泳池的東西 它的上限 因為有機房和其他東西 所以職位有少少不同 遲些再展示給大家看 我們看它的主樓計劃 為什麼剛才一座一座一座 是比較流行的 大家之前也看過我很多 Concord Metro Town的影片 Concord Metro Town的棟樓的特色 就是它 不要說特色 它很有趣 它的職位是沒有釘的 它主要是一房或兩房 然後就去到三房 只有一隻二座一座 是星級以上 所以有很多朋友說 沒有了一座一座或釘 好像比較難用 Bosa這隻職位 今次就有很多汽車 如果考慮到要多間房子的朋友 可以考慮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由四樓到十五樓 矮一點開始 首先這樣看 這房間是北邊 所以每一個角度是不同的方向 你會看到一二三四隻 一座一座加客 就是我們剛才看的那個示範單位 另外兩邊還有一個Junior一座 因為它的一房分三種 Junior一座最小 沒有車位 還有高樓層 由21樓開始 每層有一個這麼大 一座一座屋 517呎 四個角度位 全部都是兩房 如果十五樓以下 大家可以看到 四個都是D的 全部都是兩房 尺數 由最小的781呎 到最大的 829呎 東北角度 會是望六湖 跟Concord的07一樣 大家個個都喜歡07 然後 21樓以上的四個角度 分別 上面 東北西北的景色比較漂亮 因為有山景或湖景的 都會變成兩座加釘 就是我們看的另一個示範單位 下面是兩座 下面是兩座 但會有一座較大的 977呎 D7 最大是這座 兩座加釘 剛才看過 1000呎 另外 這座有三座加 一座屋 Junior一座 只剩下一個 因為這邊拿了空間 去做釘 和大一點的兩房 其實主要 Central Park House的 戶型銅 大概就是這樣 Central Park House的 銷售或開賣的過程 其實很簡直 有興趣的朋友 你打電話 就可以約過來看 它已經開賣了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剛才說的所有職位的價錢 由Junior One Bag開始 10樓以上57萬 這個是沒有車位的 然後一房間 會是68萬 即差不多到69萬 30樓以上才有 一房間加價 18-10萬 都是30樓以上 兩房間 是98萬 10樓以上都有選擇 兩房間加一釘 20樓以上有選擇 是130萬起價 根據哪個職位 有些大有些小的 最後還有一隻 沒有和大家介紹的 就是待會去Milding Model 就是有Town House 它有三房兩層的Town House 尺寸是1500呎 左右 價位大約是180多萬 然後再說到Deposit Deposit方面 你在合約的時候 就5% 三個月之後 再給5% 然後第一次有Ambment的時候 即六個月 或者九個月 就5% 給了這個5% 之後的一年 再給5% 再加多一年 再5% 所以total 大家會看到 是25% 現在還有一個小小的offer 就是如果你賣的是800呎以上的單位 最後這個5%是可以Wave了的 如果大家是沒有身份的 Foreigner的話 總共要給5% 是30% 這棟樓的Completion 會是2025年的春夏 不過很坦白 As a Realtor 跟大家說 Buy Hagen的話 通常都期望它會延遲 即是它現在跟你說 2025年的Early 可能是2025年的年尾 Central Park House 的location 其實這裡是Wilson Avenue Wilson Avenue的西邊 北的話 就是這個方向 所以這個建築 這裡其實是指著正北的 這邊是東邊 大家如果是進來停車 或者是有朋友過來等一等 會是這個地區 可以泊車 然後如果是進去廁所 就是這一邊 它外面的空間做得很充足 剛才我說的那些1500呎的Town House 其實就是這些 這一邊 還有那一邊 它總共有六個 分了兩個Block 一個是這裡 另一邊都有 它的Town House 大家看到一個Vertical的空間 其實是一個Unit 所以是一個Unit 兩個Unit 三個Unit 前面是Entrance 但是是Wilson Avenue 這裡可以進來 有一個Front Yard 然後兩層 這裡有一個露台 然後這個露台上面 也有些天窗可以看到上面 然後這裡就是那個Back Yard 然後這裡十七十八樓 就是我們經常看到Central Park House 拿出來Marketing廣告的位置 就是有一個很漂亮的 SWIMMING POO 那些GYM的空間 然後周邊就看著樹 所以它叫做Central Park House 就是融入了那種大自然的空間 這一棟就是將來 未來Central Park House的樣子 這一條就是Wilson Avenue 一路通常去這個就是Kingsway 因為這邊是東北邊 這邊再過一點是東 這裡是正北 然後這裏後面 這些都是比較低樓的住宅 這一條就是James Central Park就是這個的後面 我們說一說那個project 到底在哪裡 Central Park House 這個是Burnaby Metro Town Metro Town的Mall在這裡 給大家看 Central Park 那幾棟就是這個位置 對著Kingsway Skytrain站Metro Town Patterson站在這裡 Central Park House 就是這個位置 在Vilson Avenue 所以它走到最近 會是Patterson的地鐵站 但是也是Walking Distance 可以走到過去Metro Town 這個商場 這裡就是麗精 Station Square 都在這裡 這一棟就是Central Park House 那一棟樓 這一個就是麗精 Station Square 這兩棟建在Station Square 一路再過去就是現有的一些建築 這些就是新一些 這些款式比較舊 所以其實Metro Town 都已經是一個很發展 大家看到已經有很多建築的地方 一路過去都是有很多建築 一個很密集的地方 我們這邊退下來 就會是Central Park 就像這些位置一樣 它是17、18樓兩層的 整個地方都是健康 有不同的機器、跑步機 有瑜伽房 然後下面就是一個好像是Party's Room 也有一個露台 可以走出來看看風景 這一個就是有兩層 兩個九尺樓底高的一個 open space 就是泳池 還有一些曬太陽的地方 然後這個方向就是看見 那些Park 而且它也是讓它上下做出來的 好了 我們現在來到Site的上空 前面這一棟舊地 其實就是18層樓高左右 然後現在向著正北方向 看到Brandwood 看到遠處北方一大排的雪山 現在就向東邊飄過去了 然後我們看到東北邊就是綠湖 中間的灘水 現在前面那棟金色的東西就是20多層 所以沙樓樓下的景觀可能會擋了一點 向東邊就多一些樓 那邊其實就是Metro Town 就是禮精 建的那個其實是Station Square 我們看一看下面 周邊附近都是一些舊小的condo 然後這邊現在我們向東南方向望過去了 就開始看到Sky Train 金色的那棟就是Go House 現在是東南方 前面也有個差不多20多30樓的建築 在前面不過遠一點 然後這裡就是Sky Train 慢慢向南邊 就看到Richmond那邊的平原 前面也有一些矮一點的樓 十多二十多樓 我們又看一看樓下是什麼 就是一些舊小的condo和他們的住宅 現在去到西南方 其實就看到Central Park 全部都是樹 還有下面是Patterson的Sky Train站 現在慢慢向西邊 就有一些球場 有一些會所設施 下面附近都是一些舊的矮層的condo 我們現在又慢慢回到上空 現在看過去就是西邊 慢慢向北 前面這幾樓都是二十多樓 現在又回到Kingsway 去到北方這邊 看到附近也有其他不同的住宅 好了 我們現在可以再看一看 我們現在就遠方看過去東北方 看到Central Park House的地方 好 大家好 既然是青春 好興奮 大家好 我是Cherry 王嘉華的地區 大部份的樓層有至少三個 不夠氣 沒有呼吸的 還跳幾下 都是會看到Dial Lake 當然樓層要高一點才看到 我們現在就出去看看Floor Plan 還有看看Building Model 有點肥 什麼 對了 不好意思 忘記了 OK 好 這樣 上來 18樓 不如先看一次 不用 我可以的 你先看一次 不是 我都在旁邊 你這樣 我沒有拍部 裝模作樣 我們現在來到Central Park House的上空 現在前面那道樓是18層左右 我們現在這個方向是直播